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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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加州全保的主办人 能够替保护想得周到一点 看看能够跟医院医生 还有保险公司做一个很好的统筹 然后大家互相协调 我想这样子当一个去付了保费 然后又可以得到很好医疗照顾的情形下 我想全民健保是会做得非常好 才是比较更完善的 当然了 因为你自己付出的保费 你当然希望可以得到相等的回报 因为你付保费不可能每个礼拜都会去看医生 也不可能每个月都会去看医生 那你有需要的时候想要去看医生 反而医生跟你说很抱歉 这个保险我也不收 那个保险我也不收 通通保险我都不收 当然希望如果奥巴马健保这边 可以好好的把这个系统完全的健全起来 相信所有的保护都会比较能够受益 那当然了 我们再讲回来好了 其实中国人我们的观念 还是算是比较保守的 对于人寿保险来说 我们都不太愿意去谈 也不太愿意去碰 因为觉得总是一个忌讳 兄弟 你们在20多年的经验里面 有没有遇到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有一般的中国人 尤其东方人 对人寿保险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 不过其实在我做这20年当中 我自己给我自己做了很多的study 我觉得其实人寿保险 并不是像一般人去想的说 它就是一个人寿保险 死了才会拿着险的保险 其实它有很多的阶段性 比如说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因为身体状况很好 我们可以拿到保险公司 很好的rate 那我买一个保险 万一我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照顾我的父母 照顾我的家人 我的兄弟姐妹 然后等到我结婚了 我成家立业了 我有了小孩 那我就用我这个人寿保险 来照顾我的家人 等到我的小孩长大 书也念完 可是我的人寿保险做什么用呢 其实当你里面有很多现金值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些现金值拿出来 当成退休座 因为现在你说拿SSI根本养不活 你自己每天吃泡面都还不够 反正把身体更吃坏了 可是在我这样讲 不要介意Shirley 你这样讲 那我这样不就一辈子跟人寿保险都套在一起了吗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脱离人寿保险 这也是很多人的迷思之一吧 当然你去买一个人寿保险的时候 你是抱着一个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父母的心态去做 那如果你的小孩越来越大 你觉得那我不需要给他人寿保险 但是相对同时 现在的孩子 现在的年轻人 每一个都生活得很辛苦 如果我们父母有这个能力 在很小的时候 或在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 我帮他 我买了我足够的人寿保险 那等到哪一天 我往生了 我的小孩收到了这笔保险的理赔的时候 他也许会谢谢我 说我的妈妈 Luckly我爸爸妈妈买了这个给我 对 因为现在的小孩草莓族 要存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困难的 外面的房价 外面的所有的 房贷 车贷 吃东西 有时候还想要买个很好的Gucci包 这些都是花费 对不对 而且现在的生活指数太高了 而且往往一个年轻人赚的不够用 而且生活指数永远都只会往上走 它不会掉下来 房价还有可能20年轮回一次 掉下来一次 生活指数它只会往上走 那当然了也会有人讲 那你说这个人寿保险 就是我每个月贴钱贴钱贴钱进去 那我就开一个储蓄保险 saving account就好了 我就是每个月把钱存进去 这个我的 我的flexibility顺不定还更大 我随时想要把钱拿出来都可以 有 我有客人曾经问过我说 Shirley 那我把钱拿去投资 或者我把钱放在银行 CD固定给我利益 但是我就会告诉他们说 保险就好像你去存钱一样 我每个月付一点钱 可是当我有一天我需要的时候 我的孩子我的家庭需要的时候 保险公司零存整付 他给我的是一大笔 而不是只有我的存款 存的那一笔 对的 OK 所以那这样人寿保险 应该是有一期一期制的吗 还是它是整个term来这样算的呢 人寿保险有两种 一个就是所谓的 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储蓄性 那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定期性 那所谓的定期性就是一个term 所谓的term life 这个term就有分10年 15年 20年 30年 OK 那现在最好的term就是30年的term 那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说它的保费是从你放下去 第一年到30年不会涨 保费永远都是固定的 但是它没有储蓄性 它付的保费就好像你每天 每个月要丢到cd account里面一样 是就是当有什么事情 只有理赔 但是没有现金值 那这种保险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他刚刚成家立业可能是比较合适了 因为保费比较低 然后他又需要足够的保儿来cover他的family 那如果说你年纪越来越长一点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储蓄性的保险 储蓄性的保险 反而对年长的朋友会好一点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 因为储蓄性的保险 它当你放钱进去的时候 它会有现金值 它会有红利 那红利来讲的话就是终身受险了 那如果你要你的现金值越来越快的话 就是现在所谓的投资性保单 那当然投资性嘛 投资性保单的风险就比较大 可是它的回收往往经济状况好的话 会比所谓的终身受险的现金值会多很多 再多一点 那现金值你可以拿出来用的 不是像大家讲说 我买储蓄保险都没有用 我付20年30年错 其实现金值是可以拿出来用的 只是当你用的时候 你可以借出来用 那你说借出来用 表示我必须要还回去吗 还是它会扣出来 你可以不用还 但是你要付利息 必须要付利息 当你不还的时候 你的这个人寿保险的这个保额 它会自动扣减 对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就是我如果把现金提出来用的话 人寿保单就是到最后那个 完全领出来那个额度是会减少的 会减少 那可是像投资性保单 它在20年30年 它的投资性的保单的保额会增加 所以在同时 如果你有拿出来现金值用的话 其实20 30年以后 对你的保额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 所以其实人寿保险 它有分好多不同种的类型 然后也有分不同种的时间限制 这样子的 我应该要如何去选择一个好的人寿保险呢 其实每一个人需要的保险不一样 你的需求 你的收入 还有你家里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 我本身做这么多年 我会建议客人 如果今天你想买一个好的人寿保险 那你不要去听市面上很多的广告 你要去找一个很好的保险经纪人 你把你的需要的 你想要的告诉他 让他来帮你做一个统筹 让他来给你一个 又能够达到一个保障的目的 可是又是一个affordable的plan 没错 对不对 可是那这样讲好了 因为您刚刚提到是保险经纪人 其实在美国 insurance agent跟insurance broker 是不一样的 insurance agent呢 他是只能代理某一家 只能卖某一家 insurance broker可以代理很多家 而且他是要考执照的 对不对 Shirley insurance agent跟broker 都是要考执照 broker他可以代理不同家 那像我们做20年来讲 我本身是一家专有的经纪人 可是因为我资深 不好意思 所以我可以去同时去做 不同的research来为客人 做一个好的保单 那当然市面上保险公司很多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客人 如果你要买到一个 很安心的保险 你应该要找一个 好的保险公司 当然好的经纪人 是绝对不可以缺少 今天非常谢谢Shirley 来到我们天下纵红谈 跟我们讨论的 其实奥巴马健保 他的缺失到底在哪里 如果奥巴马健保 可以把这个缺失 好好的补全的话 所有的受保护 都会有保障 而且重要的是 千万不要有误偏的观念 不要以为人受保险 就是不好的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 好的保险经纪人 尤其是有经验的 好险经纪人 可以为你做分析 为您做规划 为您把你的人生 好好的下一步 进行最重新的一个整理 之后你的人生 就可以无约无虑了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